U18亞洲新棒錦標賽八號晚上進行了決賽 由中華隊跟日本對決 身為地主隊 臺灣選手們力拚冠軍 不過比賽在第一局就出現了狀況 日本的兵本搖大敲安上壘之後 連續兩次倒壘跑上三壘 日本的第四棒也揮出了安打 讓日本掀持得點 三局上臺灣反攻 劉承又觸身球 接著隊友犧牲短打推進上二壘 再來操出了左外野生遠飛球 追平比數到1比1 不過就在比賽過程當中 因為雨勢太大 一度暫停 幸好暫停的時間不長 天母棒球場稍作整理之後 就恢復比賽 比賽到了五局上 中華隊攻勢再起柯敬賢 高飛犧牲打得一分 至於五局下 臺灣選手連續保送 再下一城取得4比1的領先 進行到決勝第七局 中華隊連續獲得三次保送 最後是以6比1的比分 打敗了日本隊 睽違17年再次拿下冠軍 也是中華隊史的第三冠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